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我做了多少个手术 有病的时候脾气不好 有时候在家里发脾气 怕睡觉 怕睡了 好像以前都不醒来 那养那个鸟对我来说 比我觉得我自己要人家教过 我自己可以教过 自己还可以教过我的鸟 现在我天天都去跟它 去去跑跑 生活就比较开心一点 五点多钟就起来了 就因为我每一个星期 有三天又到那个城市学 一般上午回来 就收拾一下 就带他到外面玩 那个蔡石城 他们都认识他的 在家里上很多人都走过来跟他 然后他又喜欢看电视的 他学了很多那个广告 什么耶 茶茶商 他自己人都会叫 有时候我每个星期 星期六星期天 都会带他出去 那个鸟家 跟我们的朋友追尾 他们都带鹦鹉出来 那我因为 香港呢 那个公共车不能带宠物 所以我一般呢 都是偷偷地 摆放进袋子里面 他看见那袋子 知道去外面玩了 他就很乖 他就马上直接跑进去 不出心 站在这里 乖乖的 到了他放过去 所以他就 啊好兴奋 带着大家 一般呢 这家里山呢 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很多蛙讲的 但是呢 他一到那个 聊天呢 他就不会讲那个蛙了 就讲他那个鸟蛙了 心情里面有一句话 你们不要右手 明天 明天的右手 要明天的事情去当 你不要担心 你看 收拾人的那个小鸟 在外面的小鸟 他们都能够东西吃 有点儿就能够 我们会再次吃 那儿就能够 看你了 那儿就能够 看你了 我会把这儿的 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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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这儿就能够